继亚洲职业棒球冠军争霸战后 中职新秀在次集结2017亚洲冬季棒球联盟 中职联队将于25日晚间6点 在台中洲季球场与日职东军捉队厮杀展开今年东盟序幕 今年除了的主队中职联队外 包括日职东、西军及韩职联队以及进化版的欧美联队参战 更新加入日本社会人队各队球风动议 让今年的东盟更有看透 中职联队由雷姆沟桃园首席教练林振贤职掌兵服 名单中有许多已是球队主力的选手 像是统一期11师江陈燕 他从进职棒开始就是球团重点培养的先发投手 不过近两年成绩起伏较大 渴望透过东盟磨练自己 还有Lamago桃园朱俊祥 他因发生车祸 前两年几乎没有出赛记录 本季重回一军获得重用 但防御率6.32人有进步空间 富邦汉将罗华为吕美归国后 去年投出佳季 成为一大夺冠大功臣 不过今年防御率高达21.38 东盟或许是帮助他找回伸手的好机会 打者部分 中信兄弟曾陶荣本季则是打出惊奇 成功站稳一军先发 但他下半季遇到不少瓶颈 第二次打东盟会有什么蛻变 相当值得期待 Lamago梁家荣虽然已是职棒五年级身 也拿过东盟打击王 今年于上半季站稳先发 但他仍对自己表现不满意 希望透过第三次参战东盟 再多吸取经验值 富邦汉将于孟奎也是名单亮点之一 他竟职棒两年来 每季在一军都有60场以上出赛机会 球团想必对他寄予厚望 今年中职联队阵中 也有相当多季中选秀进来的新人 包括投手黄子鹏 杨达翔 蔡奇哲 补手则是有状元廖剑富与榜眼 陈仲宇 内野手林立 吴杰瑞 陈仲廷也都入列 还有去年选秀榜眼升浩伟 以及本季展露头角的王洪成 洪星奇等等 都是值得关注 今年东盟参赛的六支队伍 将在主球场台中 中洲季棒球场以及斗六棒球场和 桃源国际棒球场进行精彩的对抗 球赛转播部分 可在Eleven Sports及爱奇艺台湾站和CPBLTV上观看赛事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